市政府的专门委员赵家宝 他在试运期间涉嫌以限制性招标的方式 让国内的各项媒体行销 通通都是由台湾电通公司得标 检调单位调查发现到 赵家宝涉嫌向台湾电通 所汇高达250万 甚至是还要求要设宴来招待 在今天凌晨因为涉嫌重大 已经被收押境界 外传赵家宝他有一个外号 叫做陈菊的干儿子 因此才敢这么大胆 不过台面上没有人承认 这样的一个称号 赵家宝他被收押了 身为长官的陈菊 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赵家宝的位置空荡荡 被收押市府新闻处气氛低迷 疑问到此事所有人都非常低调 请职快一个礼拜了吧 快一个礼拜了哦 对啊 因为这家才是请职 请职那个财测新闻处热币啊 赵家宝是高雄市政府新闻处的基要 同时兼任市运基金会副执行长 检教单位跟监半年调查发现 赵家宝利用副执行长的身份 以限制性招标的方式 市运期间户外多媒体行销 都由台湾电通公司得标 赵家宝向业者索费250万元 甚至要求要设宴招待他 检察官调查期间 甚至认为整起事件是智慧型的犯罪 搜证不容易 因此今天凌晨向法官申请积押获准 那我们今天上班以后 有得到讯息之后 那市长也很重视这个问题 有请我们马上就这个案件 做一个了解 市府积要涉嫌所会 身为长官的陈菊 没有出面回应 只有由法治局长简单说明 赵家宝今年42岁 陈菊任职老委会期间就追随他 外传他有陈菊刚儿子的封号 但是台面上没有人承认此事 赵家宝的父亲赵连出担任中学校长 儿子在民进党做事 父亲却是国民党的要员 甚至还竞选过党代表 父子两人跨足蓝绿 可见其八面玲珑 高雄市主办试运 承办期间就传出不少弊端 赵家宝被收押 可说是剪掉开的第一枪 未来是否向上发展 备受外界瞩目 中间新闻季博士高雄报道